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牡丹苑是公亲王一亲的别野 这个院落规模不是很大 两进院落 如今他不对外开放 我们来的时候他正在修整内部 所以也没有进去 我们只是从外头看看他现在的状况是个什么样子 在这里我们简单说一下公亲王一亲这个人 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子 咸丰皇帝的弟弟 实际上这个人他当年是有机会做皇帝的 道光皇帝在把皇位传给皇四子还是皇六子上 犹豫了很长时间 结果在一场皇子争夺皇位的制斗中 一心的老师完败给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寿田 最后他没有做成皇帝 成为了公亲王 所以公亲王他一生应该能分成三个阶段 这个是第一阶段 与皇位失之交臂 在咸丰继位以后 由于公亲王他对皇位的一种觊觎 所以他的四哥就是咸丰皇帝对他实时提防 对他有所防备 所以在清王朝中他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他的转机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在咸丰十一年 咸丰皇帝病逝了 他和当时的东宫太后和西宫太后 西宫太后就是慈禧太后 联手发动了新有政变 把当时咸丰皇帝留给同志皇帝的八大俯臣给干掉了 于是他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枢 与两宫皇太后共同抚育幼主 就是这个同志皇帝 他这个年号也是代表着这个意思 就是太后和亲王共同统治的意思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一段 虽然他没有当成皇帝 但是他对皇帝的权力已经无限的接近了 没想到在这里慈禧太后 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 所以他在宫中和慈禧太后之间的争斗越来越激烈 光绪十年也就是说他们共同统治了二十多年以后 在光绪十年因为中法战争的原因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 然后公亲王失势了 被赶出了朝廷 这样他为了排检自己忧郁的心情 就在介财寺隐居了起来 这一隐居就是十年 这个牡丹苑就是当年公亲王隐居在这里修建的 当然了 后来在家务战争战败以后 公亲王又复出了 可是他复出时间非常短 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 所以公亲王一心他这一生大起大落 对皇位无限的接近而又失之交臂 所以公亲王这一生也是挺失败的 我们现在看看 在北京中遗留着很多的遗物都跟他有关系 比如说现在我们保留最大的王府 就是他的王府 公亲王府 在公亲王府后头还有个小院 叫做剑园 这个是他一个私人花园 就紧挨着石刹海 而在他失事这十年 他一直隐居在解台寺 进行参佛 想忘掉世间的一些凡事 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我们就走进小片去看一看 看一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石碑应该叫做斩龙剑 六王爷经常用卧龙字笔 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腾飞云天 可现在龙肚子上插着这把斩龙剑 这条龙又怎么能飞得起来呢? 果然龙亲王宜新于光绪二十年奉召回朝 四年以后的春天就病故了 清代康熙年间 据说康熙地在一次巡视西山之时来到戒台寺 发现戒台寺周边丝蛙烂彩成风 尿雨破坏十分严重 于是降下圣旨可于石碑之上 令戒台寺周边尽至凿山采石 这样这块石碑也被后人誉之为 明山之护符 禅门之宝告 所以戒台寺秀美壮丽的景致 能够保持到今天 我们还要感谢这位开明的皇帝 好了朋友们 关于戒台寺和伐军塔的故事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